回到日期、時間、函數這題 再來我們的需求就是說 有同學就希望能夠把年曆或者月曆 下面再增加一列 增加一列的話理論上是這樣 以前的做法就是按右鍵 我希望在第二列下面 再插入一個空白列 以前的做法是選取第三列 然後按右鍵插入一列 但是你會發現它發生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按鈕好像變形了 有沒有發現 如果再插入,比如這一列好了 而且第二個問題是 插入列的過程當中 它也把格式也帶下來了 可是你想說是不是啊 黃的、紅的 那我不要啊 你怎麼會 因為它其實這是它裡面固定的 就是說你只要插入列 它就自動幫你把 這個儲存格的格式 上面的儲存格格式 主動幫你把格式也把它複製下來 可是問題我不要,那怎麼辦 可能你要把它清掉吧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說 你這個儲存格,奇怪 這個按鈕怎麼跟儲存格一起變動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插入按鈕的時候 有沒有 它預設 它一定是會 跟著儲存格 而變動 除非 你去 更改它的設定 所以Ctrl Z一下 我先把它復原一下 有沒有 原來是長這樣 但是你插入一列 它因為這個的列高變動 所以它這個按鈕也跟著變動 那你想說老師 不對啊 我將來如果這樣變動 我以後 按鈕就一直放大 或是一直縮小 那不對啊 所以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讓按鈕不要變形的話 來特別注意 你必須要做一些設定 那設定的方法跟各位講 一 請你按下Ctrl鍵 再去點選按鈕 按下左鍵 按Ctrl鍵點一下 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選 選完再按右鍵 儲存 按右鍵之後有個叫物件格式 特別說物件格式 一個油漆筒 一支筆 然後呢 裡面就會有一個 叫做摘要資訊 物件 內容 然後呢 找到這個地方 請各位注意一下 摘要資訊裡面 記得它預設的是大小位置 隨儲存和改變 那你一定要改成什麼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和改變 OK這個一定要改 如果沒改 按鈕一定會變形 再順便講一下 因為之前通常 常常就是因為 插入列 刪除列 刪除列更慘 直接變一條線 因為它列高 不見了 它就變成一條線 OK 因為它 等於是零的 按確定 那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點它一下 按右鍵 插入 你會發現 沒變吧 OK 但是呢 另外還有個問題 原來的第3列 它因為插入一列之後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 本來我應該是先插入 列是插入到第 第3列 然後再來插入第4列 第5列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插入列的關係 它原來的第3列跑到第4列去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再插入一列 本來應該在第4列按右鍵插入列的 你會發現因為它往下 所以你不能在 本來第3列 那會變成 你要再向下多一列 再插入一列 那你會發現下一列應該是 第6列插入列 可是你會發現第6列 跑到哪裡呢 跑到第6列 本來第5列跑到第6列 所以會一直 位置會錯亂 所以特別注意 那以前我光要寫這個 插入列 其實插入列很簡單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要在VBA寫一個 程式 叫做 插入第3列的話 我建議各位你可以練習的時候可以檢視 這邊有一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我是蠻建議各位可以把一個快速鍵記一下 叫做Ctrl加G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練習 VBA程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練習 CtrlG CtrlG你會發現 下方就會有多一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那你 假設你要練習 你可以在這邊練習 我今天要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 在第三 插入一列的話 特別是你可能要多學一個物件 叫ROS 那ROS之後刮弧 裡面呢他會問你說那你要在第幾列 我要在 第三列的地方插入一列 所以輸入3 刮弧 那插入一列 那插入一列的話呢叫Insert 如果你那個Insert 拼不出來你可以看鍵盤上面 就有個按鍵叫Insert OK 那同樣有個叫Delete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 第三列插入一列的話 那你就按Enter 所以打完這個指令按Enter 你會發現 這邊喔 這個時候 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了一個插入一列 那如果你今天 再來就是第幾列 應該再來就是第5列 所以你就把這個 改成5 這邊把它改成5 有沒有第5列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很簡單 把Insert改什麼 改成Delete Enter 第5列要刪掉 然後呢第3列要刪掉 OK 但是喔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每一列的下面 都 做插入的話 剛剛我講過 如果從上到下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一直往下 有沒有多一列 所以喔 我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反向來做 所謂的反向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 第33列 插入一列 你會發現喔 它不會影響上面的 所以我再來 應該就是在第32列的地方 插入一列 再來就是31列 插入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如果你顛倒過 反向插入列的話 反向插入列的話 基本上喔 它不會影響到 上面插入列的動作 所以喔 特別是 插入列跟刪除列都一樣 請你做反向插入跟刪除 所以如果今天喔 我的序幕就是這樣 我希望喔 幫我 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呢 就是 幫我 插入那個空白列 這個程式在這邊啦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就是每一個都插入列 然後呢 我們假設要寫一個叫做 插入空白列 的一個程式的話 那 該如何撰寫喔 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當然我可以在這邊 增加一個SUB 叫做插入空白列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反向 反向的話基本上就是 從第33 這個樣 等於這一列的下一個 然後一直到哪裡 到3 所以呢 以前是 4i 等於什麼呢 3到33 可是我要顛倒的話 33 到 3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不過喔 因為我是反向 所以記得喔 你要在 這個 到3 後面加一個STEP STEP的意思是說我的階層 預設是1啦 可是我要顛倒的話 記得你要給他一個 STEP叫負1 負1的話呢 意思是說我下一個是 減1喔 他預設是加1啦 加1不用講 但減1一定要講 如果你STEP 減1沒寫 很抱歉 他這個回圈 就會跑33 下一個就變34 就跳離了 OK 就不會再往下囉 OK 這可能要數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RAW 加S RAWs 把那個i放進來 然後呢 一樣做什麼 點Insert的動作 點Insert OK 這樣的話呢 我程式就寫完了 那我們來跑跑看啦 不過我建議各位 如果沒把握的話 建議是直接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 再來跑 不然的話 他這個 VBA他沒有辦法 Ctrl自己 沒有辦法還原 所以我建議你 複製一個工作表 再來執行 執行的話 你直接執行好了 有沒有發現 很快的 就通通都幫你插入 空白列 那當然呢 等一下還要解決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就是說 老師這個後面 這個地方的那個什麼呢 格式 我不希望他插入列之後呢 自動幫我延續上面儲存格的格式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它恢復 變成沒有 不然的話這樣怪怪的 OK 那當然可以啦 還有同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列高加高一點點 因為這樣列高 太小了 放資料不方便 有沒有辦法把它增加 當然可以 不過等一下再來看 好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再寫一個程式 叫做 刪除空白列 所以我可以 把這個底下 再增加一個 叫做 刪除空白列 Enter一下 好 其實 結構都一樣啦 所以甚至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Ctrl C 可是你不要 直接就這樣跑 你不能說這邊就直接點Delete 因為 你可以看實際的狀況 Delete OK 我們要刪的應該是從哪一列開始 應該是從63 那下一個應該是多少 下一個不是62 他應該是Step多少 Step 有沒有Step應該後面是-2 63下一個 間隔兩個之後 61 再間隔兩個 59 所以是63 一直幫我刪 刪除到 3為止 所以這個Step的話 記得 改一下 這要63 到3 然後Step Step多少 -2 OK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做對的話 那結果應該是不OK的 所以把它改一下 好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看一下 這個 再下一個 一直到3 都幫我刪掉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有恢復了 所以你會發現 插入 刪除 刪除 其實比想像中簡單 請各位試一下 主要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記得 不管你將來是 插入或者是刪除 我建議都反向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 因為以前 都正向 但是每次都要插入之後 往下挪一個 變你還在加一 再加一 那實在太麻煩了 但後來我發現 反向 完全不用加一了 而且不用再計算說位置是跑掉的問題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 再來解決什麼問題 剛好同學提到 老師那個底下的格式 可不可以讓它恢復一下 然後另外裂高可不可以再讓它拉高一點點 當然可以啦 不過 這些的話就是錦上添花 試一下